从五星变三星 Cat里的顾客就只包她一天的住宿 然后我们又想留在马里奥甲多一天 所以我们自己再租多一间酒店 所以刚才那个美美的酒店没有了 其实我是要Extend多一碗给你的 只是因为Fully Book了 所以委屈你咯 是咯 从五星变三星 随便啦 随便啦 然后这间咯 叫做JW 我会滚跳 我们租的这个是比较角落那间的房间 所以它的落地窗 它的窗户采光就非常的好 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午就十分的热 不过有冷气不担心 ok 这个床我感觉应该是都蛮舒服的 小问题就是电视机是吊在上面的嘛 但是你看它电视机后面 主要负责清理的人要清一清 不然对我这种随便的没有关系 在加坡有时候一些比较挑剔的人就会投诉啦 不过我现在也在投诉啦 嗯 灰尘啦 看看厕所是 登登 ok 中规中矩啦 厕所这边 不过我觉得蛮舒服哦 这个厕所 它有一点木质的感觉 桌子就比较小张一点啦 不过ok啦可以做东西就好了 ok 这样子坐它的床呢 应该是蛮舒服的 只是现在真的太热 哈哈 晚餐时间 伊莎当介绍的海南炖羊肉汤 伊莎你介绍的我有来试哦 不然等下你介绍这样多个我没有去过一个 不过因为等下要再去吃其他东西 我们只要一碗羊肉汤来try try 哦哦好吃 它里面有很多那个药材啦 然后羊肉炖到很软啦 入口就花啦 而且你吃羊肉有时候就是会很嫩 所以这个要等的话是值得的 因为要等着20分钟 然后当然它的羊烧味呢 是有的 只是没有很重那一个啦 怕吃太少的朋友是可以来试一下 我会觉得吃羊肉呢 就一定要有羊烧味 有很多人讲 哇我吃到这个羊好食啊 它没有羊酥味的 那我会觉得 你吃羊来做什么呢 去吃鸡肉啦 我这个ok 来看羊肉啦 鱼烧蛋 谢谢你 8.5分 这一间名餐茶餐是呢 又俗称的摇头云吞面 啊我的朋友阿飞啦 金玉也是给我介绍 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也忘记了 他也是给我介绍说 云吞面很好吃 而且它云吞面是白色的 我们KL啊或者是巴生 吃的都是黑色 这边是白色的 他的饿煎啦 烧鸡翅膀比我阿飞 还有吃浩生 不过我们没有得试啦 因为那个鸡翅膀没有了 所以那个饿煎跟云吞面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番茄的味道 好吃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它不是我们吃的云吞面 这是另一种面 完全跟云吞面 我们的云吞面不一样的味道 它汤汁 是有点红红色的 感觉喝下去有点像番茄汤 番茄汁的感觉 反而他们这里的这个云吞面呢 就比较清爽一点 当然如果你问我喜欢吃哪一种 我一定是喜欢吃KL的啦 这种我应该还是暂时吃不太习惯 不过OK 试一下新的东西也不错 鸡翅膀的卖相就很好 感觉像蛋蚝是多过那个薯粉的 因为好像如果在KL里吃很多 就是薯粉多过蛋跟那些蚝 哇 鸡翅 它是炒到那个蛋跟那个蚝呢 很软嫩 它里面呢就炒到很嫩 然后外面呢是脆的 这个烤功夫的这个 火煎太好吃 9分 如果要来吃这个火煎啊 那个摇头云吞面 还有就是烧鸡翅膀的 9点前就最好要到了啦 因为9点后 你感觉好像每一样东西都差不多 已经到尾声了 所以要来的话 9点前就一定要到 OK 总结一下 这个摇头云吞面呢 我觉得还好 可能是我吃不习惯的关系 然后我今天是超好吃 耶 刚才睡没有好喝 现在就去Jonger Walk 走下街 小花一下 榴莲之香 是Gini Pan介绍的Gini Pan 介绍它的Durian Chendo啦 Durian Mwazi啦 这样子 但是我们不想吃Cendo 我们就叫了一个Durian Mwazi 跟Durian Pancake 最近又是那个榴莲季节 我到现在还没有吃到猫山王 你的皮稍微厚一点 对啦 皮有点厚 花鸡 榴莲味很淡 那个榴莲味浓一点会更好 唉 不得了 我要去买一个猫山猫山 可以讲很厉害 老板的儿子有前途 他一眼就看认得出我 我这样不红 他也可以认得出我是谁 他爸爸听到我刚才的无患 我想吃猫山王 他爸爸就拿猫山王出来给我 猫山完全都 讲真的 在马六讲 Cendo这个东西 摸得虚的啦 一定是好吃的 他们的椰糖就已经赢了 很多条街 应该是吃到榴莲是不是 真的是肚肉哦 肚肉鸡 好 不过讲真的 我不能因为他请我吃东西 或者他认得出我 我就要把他讲好话 老板 讲真的 有看到我这个影片的话 然后榴莲Pancake的皮 然后弄饱一点点 然后里面的内线呢 弄浓一点点 然后榴莲圈都不用改 因为好吃 OK 大家要多多支持 榴莲Dreamland 很有立场 昨天晚上吃到很饱 然后今天早上 也是最后一天 在马六甲 去吃个早餐 吃什么啊早餐 去到就知道啦 我问 越来越不行那个女人 这间餐厅呢 他有点奇怪的 他要通过一间手心店 走进来 才进到里面 然后叫做得亦飞 然后他就吃那种美美的早餐啊 不过很多人 不过应该今天是weekend 要等半个多小时 没有办法咯 等着 我们该等了差不多45分钟 才进到来这一边 啊 希望他是好吃的 不然的话我会裹回来 菇辣麻辣茄蛋 很香 然后有个椰丝在上面 又有那个椰糖 重点是他还是刚新鲜出炉 热热烧烧这样 哦 香味 不过出菜的速度是快的 插烧的做法来弄鸡肉 感觉不错哦 然后Agro Oreo叻 不是开玩笑 有点辣 是很够味的 接下来又吃那一个啦 French toast的话我就觉得 我以为他会更香一点 好像没有 咬下去好像没有想象中的 那个香味铺鼻的感觉 但是他的口感很好 香的味道就缺少了一点 如果你觉得你的时间很多 绝对是可以来这边慢慢等的 食物的味道我会给他8分啦 加油我 好谢谢各位网友们 介绍我去吃一些好吃的东西啦 有一些没有去到的 纯粹是因为时间关系啊 还有那个肚子的位置的关系 所以没有去到啦 OK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 再去尝试一下 OK好 如果你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like and share啦 然后如果你是从YouTube看到的话 记得subscribe我的频道 然后按旁边的叮咚 有最新的影片呢 你会最快知道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